女星Selena与前夫张成中 阿中2011年步入礼堂 却在两年前与脸书宣布离婚侯下震撼 但后来Selena身边迟迟没出现新欢 反而是阿中桃花朵果胎 日前又被拍到夜会无亚心看电影 任爸出席代言爱粉活动 首度坦言也想抱孙 但以前关女儿太多 不过周刊爆料 Selena最近离婚后首度世纪破冰阿中 Selena与阿中相差9岁 2007年京长被介绍认识 终于在2010年试销去淡演唱会尾声 阿中在万人面前当场表白 让Selena崩溃大哭腿软 恋情也从此公开 阿中曾表示 当决定要在演唱会上做这件事时 就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变化 当时外界也都不看好 加上Selena后来在上海拍摄电视剧时 因为爆破戏导致全身54%灼伤 Selena也多次提出分手 但最终还是在2011年Selena的30岁生日当天结婚 随后阿中爆发许多突灭新闻 包括杠上唱片公司 遭怀疑挑拖导致是失和等 T甚至在脸书骂张成中 你不是男人 甚至不是人 果然一年后 Selena就在脸书宣布跟阿中离婚 震惊娱乐圈 Selena曾在脸书自爆和阿中离婚原因 自责自己没有做好嫌弃的角色 当夫妻的我们真的不快乐 我们已经失去了爱情 但是不想连亲情 友情都失去 而阿中同时也称 两人生活已成平行线 失败的婚姻 我应付最大的责任 两人虽从夫妻退回朋友 但我少了一个老婆 却多了一个比亲妹妹还亲的妹妹 根据镜周刊报道 没想到是日前正式告别17年的华言 宣布各自成立新公司 Selena最近竟找了阿中 来帮她处理合约中相关的法律问题 让离婚后相近如荫的两人 看似有和解的迹象 有知情人士也指出 之前阿中都插手维里安跟福茂的合约了 现在不会帮Selena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